2月19号刘凯威在采访中提及女儿小糯米 男演笑容地表示 女儿最近学会了飞行旗的新技能 也有开始玩扑克牌 被问睡觉之前给小糯米唱的歌 刘凯威称 睡前很少会给小糯米唱歌 她喜欢翻跟头 喜欢或哭翻 当然不是她自己翻 是我翻她 转眼间小糯米已经五岁了 真的很可爱呀 希望小糯米要幸福地长大 因为之前很少唱歌 就是她喜欢翻跟头 喜欢那个后空翻 那不是她自己后空翻 是我 我把她翻了 我翻她 就是这样 确实刘凯威在对小糯米的照顾上尽心尽力 投入的时间也很多 看得出刘凯威是个好爸爸呢 但也有网友评论到 希望可以保护好小糯米 让小糯米健康快乐地成长 这样屡次公开孩子的生活 对小糯米的健康成长是不利的 马果拉新闻 还是离艺人的生活远一点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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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